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民间演场 香港可以说是一个示威之都 每年都会有六四七一这些大型的集会游行活动 市民以此表达我们的自由 自尊和自我 但近年就要一人带窗和解论 说我们应该减少真问的声音 不要那么大怨气 连应该捍卫公民权利的警察团队 都放弃出来游行 放弃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究竟我们公开表达意见诉求 是不是就一定代表恨 代表我们想搞对抗 今集我们采访新成立的香港投赏唱团 就用歌声唱给我们听 爱你自罵你 爱你自话你 爱你自话你自己 我相信没人比我们更和谐 可能很多時候有人覺得投訴是無病身淫 或者很大的怨氣 令到社會不太平 但我覺得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才會進步 第一件事當然是表達我們的訴求 有什麼投訴有什麼意見 我們首先要做一個起步的作用 希望可以直接改變政府或者什麼 希望改變香港人的心態 希望能夠做到相當外交 能夠想要開到央層 我們先把握層過天上 所以лон所為啊 我們先把握層過天安 我先把握層過天安 希望可以出現了 來自縣索尼諾 MVLV 叫我們零屬 其實我們都很理性和和諧地去做這件事 大家可以聽我們首歌 都知道是很和諧的 世界之信無實意義 為無實平革留买 叫我保駕不住人 遊行都是和諧社會的一部分 投訴其實是 相信社會建制 就是它會去解決你的投訴 才會發出這個行動 本質是支持這個社會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自己的決定 我會尊重他們的決定 為何我們不聽別人的控訴呢 是我們自己接受不到我們做錯 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 還是怎樣 本身系統永遠都是這樣 你要想別人不接受你 不接受控訴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但為什麼系統又會有控訴這件事存在呢 去引人去反思投訴本身的意義 香港現在很多時候很多人投訴 但政府也不太理會了 變成大家其實對投訴這件事都心灰意難 我覺得用另一個方式去表達 會有一個新的火花 拿回主導權 因為其實我們市民 我們不應該是被政府操控 我們市民應該先是有主導權在這裡 應該是我們做主導 那才是一個民主的表現 我覺得 世界公關 萬名低落 全國藍叫 保佑老闆 世界公關 有事態 他可保罪的保持 他只能去曬點 我們覺得香港其實比較少一些 這類型的藝術項目 是可以involve到很多市民去參與的 第一步就是去收集市民的投訴 然後把投訴做了一些簡單的分類 然後請回會來唱的團員 他們就著那些投訴就寫一些歌詞出來 然後他們就會練習 就是學怎樣唱 用choir的形式來唱那些complains出來 I want my money back My job's like a colisec And the bus is too infrequent at 6.30 Why don't they pay me more Life was good before And I'm thirsty 其實說回原本的idea 其實是來自兩個芬蘭藝術家 他們的概念就是 因為在芬蘭的詞語裡面 是真的有投訴合唱團這個字眼 形容很多人一起在做投訴的狀態 然後他們就嘗試把這件事實行出來 We say how to walk in town So do we wanna make a change It's unknown C-O-M-P-L-A-I-N 我們來做些什麼 來唱歌 我要說定 我要我到底 We wanna make a change 其實我C-O-M-P-L-A-I-N 我們來做些什麼 這件事是很真實的 即是說一些真實的 而他會說出來的 不是說我不知道怎麼說 不懂得怎麼表達 而他用一個很有趣的方法說出來 我很相信看的觀眾 其實很大部分 看的時候真的會有同感 會背心微笑 我跟我一樣的了